1 來準備 3 2 我今天點的這一杯叫做稱霸50 因為這個人智商180 打敗天下無敵手 而且在日本大家為他為之瘋狂 因為都稱他為就是天才IT大臣 來歡迎我們的政務委員唐鳳 那是身高 不是智商 那智商是多少呢 不知道160以上都測不出來 真的啊 OK 我對你有一個好大的印象 就是說你利用睡覺的時候在記憶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難理解 就是我在睡前的時候 會把明天需要用到的一些簡報資料等等 快速的掃描過 但在心裡不太發出聲音 然後就去睡覺 然後睡醒來到自然醒來大概8小時 像我昨天晚上睡到10小時 那大概裡面的東西就會記的比較清楚 可是我們睡覺就睡著了 我怎麼可能在睡覺的時候記憶呢 因為其實人在睡覺的時候 主要就是把短期的記憶寫到長期的記憶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只是大部分人在睡前常常會被手機打斷 或者是看平板的時候 也突然冒出一個什麼通知打斷 那所以我就是把它全部關掉 等於是到飛航模式 那這樣看的時候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解 這是你從小就這樣子嗎 小時候還沒有飛航模式 但是確實小時候在晚上大概都會先看一些書 那這樣子我們都不用 你等於不用強記 像我們可能這個智商沒那麼高 我們就要這樣背背背背背背 我覺得背起來了 然後才敢去睡覺 對 但你不用你這樣掃過去 就是等於是過目不忘 然後到睡覺的時候 它就已經是記憶 變成你的長期記憶了 其實還是不是故目不忘 因為我記得是它的概念 所以只有一些關鍵字 所以小的時候 就有點像好讀書不求聖結 不過長大之後 確實看起來好像故目不忘 是因為我看的都是電子書 有全文檢索 所以我需要的時候 只要把那些關鍵字輸入 我就知道它在第幾頁提到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奇怪 它會在睡覺的時候去做記憶這件事 這一般來講我們都不太敢 因為會覺得睡覺就睡覺了 那你睡覺會做夢嗎 會 其實我如果沒有睡到自然醒 會不會想說 如果是真的要播鬧鐘等等 那中間有被打斷的話 還是會做夢 而且會記得做的夢 那如果睡到自然醒 自然醒還是不會記得 被打斷 譬如 譬如說鬧鐘小 我並不是一定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一週大概總有個一天左右 還是要播個鬧鐘 所以你每天都會睡到八個小時 對 那可是中午員很忙啊 怎麼那麼多時間可以睡覺 早點睡 早點睡 對 好像昨天可能晚上九點就睡了 所以你完全不應酬的 對 完全不 週末或者是晚上的都不應酬 基本上我行程只排到就是晚上七點 我當然有些行程會delay 但是是以七點結束為主 然後就回家睡覺 對 回家先看書 然後就睡覺 對 先準備明天的要做的工作 這樣子喔 所以這是天才的日常 對 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做的 沒有我如果這樣做 我明天起來應該還是忘記了 沒有 好像是習慣 就是看的時候 腦裡不要打斷 也不要讓別的東西打斷 OK 好 那天才這個字眼 你記得是從幾歲跟著你的 應該就是很小的時候吧 因為他就是講說天生有些才能 我也沒有特別放在心上 但是你幾歲發現別人 我的同學都有點遜 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我說有點遜就是 我都會了 怎麼大家可能老師還在教這個 我已經會的 也沒有這種感覺 也沒有喔 因為我自己感興趣的 常常是課本裡面沒有的 所以其實我不會說 好像拿著課本去跟班上同學比 說我已經看到四年級 五年級 一國一國二等等 我感興趣的 絕大部分在課本上其實都沒有寫 所以也沒有比較的基礎 OK 但是你小一的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解了聯力方程式 對 那是怎麼來的 因為在那時候家裡有很多 關於數學的書 那我對於好比像說 像有一個叫矛盾幾經 講很多邏輯啊 或者是說 對於像碎形Fractus 它是高端數學裡面的一個概念 那當時我就是很著名 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因為我掌握到的 包含說像加減乘除這些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用手 所以那時候就很高興 知道說有一個叫電腦的東西 只是小一的時候 我還不會程式設計 所以只是隱隱約約有一種 那說不定可以計算機幫我來計算 我只要掌握概念就好 我只要小學二年級才接觸到程式設計 對但是在那之前你已經開始在閱讀了 對 但一般我們小朋友是還不認識字的 所以你什麼時候就已經認識字了 我想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我也不是說認識非常多字 主要因為像剛剛講到的矛盾基金 或者一些數學書它的特色 就是它用到的字數其實不多 詞彙量也不大 它大部分是方程式 那方程式是相對來講容易掌握的 並不是說我小的時候就可以看得懂 全部的各種語言 各種經典等等 大部分還是靠更大人的對話來學到 對我們來講一定看不懂方程式 那麼小 我們就算長大了數學也不適合很好 所以這個是某種程度的天分 我想對於數學或者對於音樂的掌握 確實常常是比較年紀小的小孩 就已經開始有這種掌握能力 那你就比較不會聽到 好像說社會學或者政治學的年紀非常小的 就有驚人的成就 因為它主要是關於其他人的心智怎麼運作 它不是只是單純一個領域的事情 所以從你有記憶的時候你對數學就有興趣 對是這樣 然後對其他科目呢 剛剛講到對於數學之外對音樂也是很有興趣 所以到二年級的時候碰到電腦 那就是也有包含讓電腦來做詞作曲等等 所以你會自己做詞數曲 是會的 聽說你還會唱Rap 多少會一點 真的喔可以來一段嗎 是用念的嘛 看你怎麼創作都可以 首先是不知被誰放在一起 然後我要尋找一個失去的自己 寶貝人和人相聽 Do you see 其次是誰要先來將就到底 情況還搞不懂那結束的規矩 原本的相處又相互的學習 你看那序幕戰火的開場 突變了世紀飛沫裡從頭 崭新的世界陌生的流 迷失的春天裡告別要堅強 難得和命運彼此做個迷藏 結果我的生命叫Jay the Lord 而這羅達有的叫伴主 就是唱得快一點 哇你的歌詞怎麼都記得起來 對就因為就是之前有唱過 天啊那這樣人家到那個KTV去啊 我們都需要那個歌詞然後跟著唱 你完全不需要耶 對我就看著空中就有歌詞的感覺 真的是好天賦異彼啊 OK 所以從小對數學對音樂有興趣 OK 可是呢你的這個學習歷程 讓大家覺得很有興趣的是說 你後來因為在學校 可能那樣的一個知識的學習環境 沒有辦法滿足你 所以後來敢用自學的方式 所以我六年換了六個小學 所以在每一個小學都只待一年 而且都不用做暑假作業了 因為剛好換學校 所以雖然我是在中二就是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才完全變成自學 那也是有校長的保佑 但是其實我在小學的時候 也是用自主的方式在自己制定學習界 但是有所謂的在小二的時候就遇到霸凌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因為那個時候在班上有另外一位同學 他主要是常常考第二名 那如果他考第二名的話 回家他的家長就會跟他說他不用哄等等 那其實我不是故意考第一名 我就是沒有特別想這件事情 就隨便考就第二名了 對對對 那所以就是從第二名的這位同學的角度 他就會跟我說 如果我不在這個世界上 他就是第一名了 就這樣跟妳說 事實上跟我說 希望妳消失 是是是是 那所以後來確實我也休學了 那後來轉學了嘛 那他說不定真的第一名了 但實際上他的程度也並沒有提到 他也沒有變成一個比較好的人 他只是相對上來講第二名 OK 所以他是用這樣的一個言語 沒有對妳有任何的粗暴的行為 多少也是有意思 但是我想主要還是言語上面 因為我想八歲的小孩也不可能 自己想像出這樣一套想法 大概都是他的家庭給他 那為什麼家庭給他這種 人跟人之間相互競爭的想法 也可能是因為當時一個班級很大 那大家都是除了分數之外 沒有什麼別的可以讓老師看到的方法 那所以這整個都是一種的結構 所以包含小班制啊 或者是每個人自己的方向啊等等 後來我就看了很多兒童心理學的書 也想說那我未來如果能夠投入教育改革的話 那怎麼樣結構上把這種狀況解決掉 不要讓大家覺得只有一種價值就是競爭 我的小時候經驗 我的功課也不錯 當然我沒有到智商那麼高 但是我功課一直不錯 然後我在學校會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考試的時候啊 我們班那些有錢有事的人 會逼我一定要把考卷給他們看 沒錯 你有過這種經驗嗎 有啊當然也有 不過後來就是我完全不去學校 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我還在學校的時候確實有碰過很多次 那你當下你會怎麼去反應這件事 我一開始當然覺得說 我們每個人成績是自己的成績 為什麼要給你看 那但是當然後來就有一些衝突嘛 那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乾脆交白卷 其實我在國中二年級之後 我有去端考 但是每次都是交白卷 那這樣的話當然就沒有什麼可以抄的嘛 那零分你怎麼pass 我沒有要pass 因為當時我國二的時候 校長已經跟我說 我之後其實不需要去學校 那因為我自己有一套 就是不需要學歷 也可以做學問的一個方法 那校長很支持我 那因為我們在的那個班級 國中的時候 它是叫做資源就學的一個實驗班 那這個實驗班之後要到哪個高中 完全是靠在校成績來決定的 所以我如果國一的成績太好 國三不把交幾個白卷拉下來的話 會影響到其他班上同學的升學 所以你就乾脆交白卷 那一方面人家如果要再抄也沒得抄了 那你還蠻厲害的 我的處境就是 因為我們家就很弱勢 像我爸我七歲他就過世了 所以我們家算是很平苦的 所以我們都只能OK 就是考卷都給他們抄 也只能這樣 因為我覺得反正自己也沒有什麼損失 就只能夠 是一個共享的可以 也不是 就只能說因為愛與那樣的一個詮釋 我們這種弱勢家庭比較沒有辦法 OK 所以你當時會很厭惡這種 就是某種程度它也算是霸凌 當然是 會有那種厭惡感 所以就休學了 那休學之後就碰到就是生命中的很多貴人 很多救星 那來告訴我說 其實我的這樣子一個學習方法 本來就不一定適合在這樣一個大本裡面 用線性的打合處的方法去學 所以那時候媽媽也是過了很多個學校 像你轉了六個學校 那這六個學校各有什麼特色 我一開始是在政大師校 那其實它的特色就是它很自由 很開放 但是後來去穆扎國小是因為那邊有自由班 那在自由班 因為自由班的學生特別關心這種排名 對 那並不是所有的了 但是只要有那麼幾個 那霸凌的情況就很容易發生 那所以後來又轉到直男國小 直男國小我就基本上不太去 那一個禮拜可能去個幾天 主要是在休息 那休息之後 這些貴人們幫我找到直攤國小 讓我能夠四年級跳度六年級 其實是沒有這個法律依據的 那所以我學習在四年級 但是實際上都是去上六年級的課 這跟班上同學就相處的比較好 但是直男國小畢業之後 他們畢業了 我還沒有畢業啊 那怎麼辦呢 後來就去德國 那就念那個 阿布什法斯修羅斯 而在薩克蘭 就是我爸念 博士的那個地方的當地的一所小學 那又是降讀五降四 那最後又回來 然後再讀了一次六年級 最後讀了兩次六年級 那是就在萬幸國小 不過那個時候 爸爸因為到德國去修博士 後來你說的德國這一年也過去了 可是是你自己決定要回台灣的 當然 因為一方面就是當時在德國小學 直到四年級 所以我如果還要讀的話 就要嘛是讀當地的Gamelizing 就是學術高中 那要嘛就是也有朋友幫忙 我在美國再找到更多的學校可以念 那但是當時一方面是我要回台灣開刀 那二方面是 對 因為當時我在德國參與足球隊 那所以足球隊一定都要做身體檢查 那就發現說 我從小那個先進去心臟病又惡化了 所以如果不開刀的話 一年之內可能就要登出了這樣 所以當時就因為我的病歷什麼都在台灣 所以就在德國做完心臟館之後 就回台灣來開刀 那開刀之後 其實開刀之前就要想說 那既然都要回台灣一趟 那其實國中的股份不如就留在台灣 那一方面是覺得說 我在德國有學到一些跟自己相處的方法 也許不會像以前那樣在學校跟別人競爭了 那比方我就可以很坦然的交代券這樣 那二方面是說也希望說 未來我可以對台灣的教育改革做一些貢獻 哇!你那麼小就想改革台灣的教育 就是結構性上這種霸凌比較不會發生 OK 那你那個心臟後來 它會造成你什麼樣的情況嗎 動完手術之後心臟本身就好 那手術之後當然花了一兩年福建等等 我現在是完全好 還沒有手術的時候會怎樣會喘 其實就是比較需要氧氣的時候 就心臟比較快的時候就會眼前發黑 那所以不管是激動太開心太不開心 大家都會眼前發黑甚至會昏倒這樣 OK 那你什麼樣的情況會太激動 好比像說太開心的時候 或者是說太不開心的時候 所以身體慢慢就有一個自我防護機制 就是一旦心臟快到一個程度 就會自動開始上了一下 OK 我記得就是爸爸那個時候要去德國 也是因為當然他希望他的這個博士 他是研究六四天安門 是的 研究學運 他那個時候也是好像也是跟家裡有一點吵架 所以決定去德國的 這是一部分是這樣沒有錯 因為在當時我的這種每一個學校都念不滿一年 這個確實是一個比較不尋常的一個情況 那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也沒有面對過說 那怎麼樣子要看待自己的小孩 是一個完全不是他小時候學到的那一種 直線的這種成就取向的一個情況 那我想他在德國一年也慢慢學會說 本來就有很多看事情的方法 也不需要說好像人一定要去迎合體質 或者是說要去衝撞體質 總是可以找到新的路線 OK 所以後來是父親改變 是的 不過在這之前他也曾經跟你提過說 你難道不能在這個體質裡面去面對困難 解決困難嗎 對啊 是吧 是的 沒錯 那你怎麼會 當時我是用一個比喻 好像說一個體育選手 他必須要舉重好了 那在他的那個量級 他去舉重他是鍛鍊他的肌肉 但他如果越級就是超過他的量級 那硬要去舉重的話 其實不但鍛鍊不到肌肉 而且可能傷心動骨 可能就是一生都沒有辦法從那邊恢復 所以我想每個人他承受力還是有三分 對 不過其實 同樣的道理 其實你是大慢都是跳躍的 對 都是跳躍的 所以對你來講應該會覺得 駕輕就熟 就是其實不會有那種 負荷不了的情況 不過如果現在把你撞到一個 八歲小孩身體裡 然後要你每天去上小學年級 你也是一種 你也會受不了 對 OK 所以媽媽就比較算是 媽媽應該算是你生命中最大的救星 可以說這樣子 嗯 所以他 你最感恩媽媽的是 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指引你往前走 對 我覺得有兩個時間點 那一個就是 我那時候決定休學的時候 那他跟我說 那休學就休學 沒有關係 老師那邊 他會跟老師講 你的休學指的是幾年級 就是二年級的時候 小二 小二的下學期 我就沒有再去學校了 那自己在家裡面看 兒童心理學的書籍 去搞清楚為什麼 同學都變成這樣子 那所以那個時候是 如果不是由我母親擋這學校的話 其實按照強迫入學條例 我其實不能不去學校 對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那第二個也是在二年級 不過就是國中二年級了 那那個時候 當然我家人是覺得說 那我決定要交白卷 放棄學歷 等於是說 這是一個 就算是我母親 也不一定那麼能接受的一個行為 對 那但是當時我就是直接去找校長 都會憑校長 因為杜校長是很堪移 他就說 沒有問題 那教育局那邊 他來幫我處理 所以意思就是說 都學啊什麼部分啊 我們都不用擔心 他就是幫我擋著這樣 那這個時候 杜校長採取了這個態度之後 我母親也就OK啊 那校長都說OK了 自然也是OK的 那這也很重要 不過為了照顧你啊 當時其實爸爸媽媽都是在媒體工作嘛 其實也都有很傑出的成就 但是後來還是決定媽媽必須把工作職來陪你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 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 就是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他首先是先去類似像是part time去創業嘛 那就是離開他的時報的報系 那去創商業走坑 但是在上週後來發現說 我休學之後 其實需要的不是只是有人陪著 而是說要能夠找到更多的老師來帶領我 那這個時候他在上週那邊可能也沒有辦法 有那麼多時間 那所以他是 等於是說為了我辭職了兩次這樣子 為了兩次提兩次 對 後來就是幫你找到更多適合的學習環境 對 有學習的老師 是包含朱建震老師啊 楊文貴老師啊等等 楊毛蕭老師 好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個 這些生命中的貴人們 好謝謝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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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不要腳 不是啦 這個是Cue中間 我們會有三條專梯 對對對 好 那就在路上我們就繼續錄嗎 對 OK 好來 等一下 等我一下 下一條還是什麼 後面還有正尾 正尾 正尾 OK 好來準備 三 二 還好生命中有這些人 嗯 那其實在這整個過程 我想全球啊 大家對你都非常的關注 會覺得說 所謂的跨性別這件事情 那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意識 自己 可能在性別上面是有不同的想法 其實我在第一次青春期的時候 就是大概是三四歲 三四歲 十三四歲 十三四歲 我們再一次 OK 其實我在第一次青春期的時候 也就是十三歲左右 那個時候就發現說 好像我的發育跟其他的 就是雄性的發育不是完全一樣 那一方面是 不管是 就是皮膚啊或者骨須啊 這些性整的發育 好像都沒有一路推到底 那然後二方面是 就是覺得說好像心情的轉換 也比較不像 就是班上其他同學一樣 那後來當然到很後來 大概二十出頭 那去做就是這方面檢查 那才發現說 意思說當時我已經二十多歲了 他說我的寶固筒的濃度 大概就相當於八十多歲的男生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就介於自然的雄性跟自然的磁性中間 這樣子一個濃度 所以在發育上可以說是 稍微有體驗到一下 就是男生的青春期 但是並沒有一路發展到底 然後來我到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又再次經歷一次 就是女性的青春期 那這個就是用荷爾蒙替代的方法 那所以也再次發育了 大概兩三年 但是同樣的也沒有推到底 所以可以說是兩邊 都稍微經歷過一些這樣 所以女性這邊的嘗試 就是要補充它 對 補充磁激素 磁激素 OK 但是也沒有推到底 對 所以這等於是 我們在生理的部分 它是一個天生的這樣的情況 那這樣就代表 我也可以選擇 我要成為男性或女性 你如果現在去補充雄性激素 那你一樣會再次經歷第二次青春期 那你 就是這樣一輩子 可以有好多次的青春期 就看你要不要 是 OK 那你如何來決定 這叫做跨性別 其實對我來講 我從小 不管是跟電腦 或者是說跟線上的朋友相處 其實在線上的空間裡面 當時因為沒有什麼視訊的頻緩 所以大部分都是靠打字 靠打字的話 像現在有些BBS 你在登錄的時候 還會問說你的性別 那還有什麼礦物啊 植物啊 什麼的 外星人啊 等等的這些選項 所以 面對面的時候 當然這個社會壓力 會有時候要求你 要選這個性別 或另外一種性別 來沾眼 但是在線上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這些限制的 你可以 同時是非常的 良剛 但是同時又非常的溫柔 那在線上 並沒有這方面的限制 所以也可以說 因為我的社會化 大概十二三歲的時候 大概也是因為 因為當時剛開完道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線上 所以這個社會化的情境裡面 自然就會有各種各樣多元的性別 在影響著我 嗯 嗯 OK 但是 就是 對我們來講 會覺得 可能我們 就從小被制約 就是我只能 是男性或女性 但是你知道說 我要去選擇 我叫做化系別 應該是說 像我們現在說 有點 就是bilingual 雙語國家 那所以它的意思 不是只是說 你有的時候 像我們現在 就是說中文 那有的時候 說英文 不是這樣子 而且說 你一方面像看到一些 英語的影片 那它上面會有中文字母 對 所以這兩個是同時的 或是說 像我們現在正在這樣對話 說不定底下 也可以打上英文字母 是 所以也是同時的 所以我覺得在腦裡 可以切換 不同語言的思考的方法 那所以其實性別 也有一點像這樣 就不是說 一輩子你只能用一種語言 不是這樣 OK 可是這在成長過程當中 難免會有一段時間是困擾 困惑 應該這樣說 是困惑 你有過嗎 因為線上的情境裡面 其實有很多類似這樣 我們叫Gender Queer 就是酷兒 的這群人 那所以線上的好處就是 一般會困惑是 你旁邊的鄰居 如果一百個人 都沒有一個像你這樣 當然會很困惑 但線上隨便找 就有上萬個人 像我這樣 那所以這樣的話 我就不會覺得困惑 但是你會跟媽媽講嗎 當然會 那媽媽怎麼回應這件事 像我就是國二決定載學之後 其實他也發現說 包含我的聲調啊 或者是穿著啊 或者頭髮啊等等 其實很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他也並沒有特別 一定要我怎麼樣 他就是很自然的接受 OK 那你直到有一天說 要跨性別的時候 爸爸媽媽其實他們 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從小就知道 你是一個特殊的孩子 對 很不一樣的孩子 所以也都完全就是欣然接受 他們就是蠻支持的 嗯哼 哇那也很慶幸自己 身在這樣的家庭 確實是 嗯哼 所以在你的這種經驗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自己的同侪 就像你說你在網路世界上 可能有很多類似的朋友 但他們可能的遭遇 就沒有那麼好 確實 尤其是在世界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我們現在叫印太的這個區域 那現在還是有很多的國家 是採取一種歧視的狀態 那不要說公開說跨性別遊行 在台灣現在已經有跨性別遊行了 但是在其他地方 就是連同志遊行都辦不太起來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就是我們讓整個印太地區 有沒有看到說 這個可以是跟民主啊 人權啊 多元啊等等 是並行不備的 而且也可以透過我們 像我們那個結婚不結音 那是一種社會創新嘛 讓大家看到說 家庭的價值 家族跟家族之間的聯姻 也沒有受到威脅啊 也沒有受到什麼不好的影響 那我覺得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對於這個局很重要 嗯嗯 OK 所以就像你說後來 我們人生畢竟也有嘗試過 往男性的方向走 或往女性的方向走 只是都沒有辦法走到極致 那也有一種的選擇叫做變性 對啦 這種有考慮過嗎 這個是還好 因為我主要是想要體驗 那個青春期的感覺 啊 所以對我來講 重點還是 我能不能夠 不管你是哪一種性別 我都覺得說 欸你的有一些體驗 我還是可以感到深深深 哇 所以你都可以理解我們欸 嗯對不對 多少可以 哇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因為很多人想 不好意思喔 就是會覺得 比較 比較不好 不好理解跟想像 那像這樣的話 你喜歡的對象 會是說 我喜歡男性 或喜歡女性 還是沒有 我就喜歡 我叫Homo sapiens 就是現代智人 就是只要是人都喜歡 只要是人 對對對 那這有一個講法 叫做智性戀 智性戀 對 所以 其實等於在你的腦海中 已經沒有性別這件事 可以這樣講 嗯 我覺得這是一種完全的自由欸 也是一種自由的理想 是這樣 那你覺得我們台灣 在這個時候已經達成了 這樣的一個境界了 至少在這個區域 我們絕對是最領先的 那當然不能說 完全沒有對跨性別的不理解 或者歧視 那這個就是大家要慢慢 一代一代這樣子溝通 那最主要就是 這跟我們最珍視的 好比像說 對家庭的價值 家族跟家族之間的連結 都沒有破壞了 沒有妨礙 對 嗯 有沒有很慶幸生長 在這個時代 是非常重要 你想想看 在過去有多少的 包括 欸 有部電影是什麼 他也是在講一個 分散跟收解碼的 一個電腦高手 對啊 Alan Turing 對不對 他也是 對 確實是如此 那圖林在我們這個行業 可以說是祖事業 對啊 那開山祖事 但即使是他對 當時英國政府有這麼卓越的貢獻 但是還是被歧視 嗯 所以 這個還好 正在這個年代 好 今天我們這個 人生滋味館 給你點一杯飲料 你要點什麼 OK 那我們就來一杯 先苦後甜 先苦後甜 苦盡甘來 苦盡甜來 苦盡甜來 為什麼要點這一杯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過去的一年 就是2020年 真的是很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所有人都很辛苦 那也不只有台灣了 全世界的朋友都很辛苦 對 或可能是我們很辛苦 但是其他很多朋友很痛苦 所以就比辛苦更辛苦 對 但不管是辛苦還是痛苦 那我覺得我們2021的今天 我們也可以看到 好像就是隧道盡頭 然後開始有一絲亮光 那樹光出現了 對 樹光出現了 不管是疫苗的研發 對 或者是我們在全球合作 不管是藥物啊 或其他方面 我們都已經看到一些解決方案出現了 那台灣自產的 不管是藥物還是疫苗 也開始進入 就是比較大規模 可以做實驗的情況 所以我是覺得 今年應該就是一個苦盡甜來的疫苗 是喔 來試試看 苦盡甜來 我猜應該是個苦茶吧 確實是 真的啊 確實是如此 但是它一定有甜味會浮現出來 對 它在後面有回甘 回甘 OK 所以喝起來的感覺是苦盡甘來 其實現在完全只剩甜味 真的啊 它苦只是一開始一下下 苦都是一開始 Danny幫我們解釋一下 今天簡單 這次上面有的補償是青草茶 青草茶 基本上喝下去是苦 就會甜來 也會甘來 但是我多加了一個東西在底層 叫做白香果露 所以要用旁邊的那根攪拌之後 喝完之後 苦盡甜來的速度會更加速 啊 OK 對 所以這個2021年希望就是 能夠揮別我們2020年所有的這些 疫情的陰霾 那你覺得可以旅遊了嗎 有望嗎 當然2021年就是能夠旅遊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甜來的那個時候 哈哈哈 呀 OK 不過你的這個經歷裡面 當然你後來在國二的時候 就反正白卷嘛 反正我也不升卷沒關係 然後其實你那個時候 其實你參加了全國的科展 你就已經拿到第一名 其實你的積分你其實就可以保送劍中了嘛 對但是你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在劍中的朋友都跟我說不要 為什麼 好像 就是像其中有一位叫聖宗潔 那他其實說他上了劍中其實很多時間也在請公家 就是其實他自己認為說 那我自己的這個研究方向 說不定一天可以研究個十六小時 我如果去念高中的話 一天總是有不一定八個小時 但總有那麼四五個小時 要分審去應付別的事情 對 那他就覺得說 那我既然已經有一個很清楚的學習計畫 那我就執行他就好了 那也不只商用家 當時很多監獄資訊社的朋友都跟我說 我只要保持 好比像說一個禮拜可以看一本書 那這樣的話 其實他們認為我自學比去他們學校來的 那時候父母親難免 就是說我們也還是有點傳統的想法 說 可是這樣子你就只有國中畢業 對啊 當然一方面校長 我覺得他講的話 對他們是有說服力的 那二方面是說 我之後就是中處之後 也不是沒有回學校 我事實上有回去大學旁聽 那我旁聽的大學就是我爸媽的母校 那我旁聽的教授 比如說育天聰老師等等 其實也是當年教過他們的老師 這個時候他們就心裡比較安定 因為覺得說他們之前所敬仰的 或喜歡的教授 現在還是願意 甚至有一些像蘭婷教授 他自己一個禮拜 播一定的時間來跟我office hour 來跟我就是隨便我想聊什麼 他就回應什麼 那像這樣子的接近一對一授課了 這樣的情況 也讓我父母覺得說 如果大學老師都願意這樣照顧我 那應該這個方向是對 能放心的 你有兄弟姐妹嗎 有 是 有一個弟弟 一個弟弟 那他也跟你一樣智商這麼高嗎 他的歷程很有意思 就是他的小學叫做種子實效 那主要就是在做親師一起辦學 然後多元的挑戰 那這個可以說是我母親另外一個創業的題目 所以就是在我弟弟念種子實效的時候 我媽是創辦種子實效嘛 共同創辦人之一啦 那之後他念國中的時候 那我媽是創辦北正國中裡面的自主學習實驗班 那我弟弟在相當於高中的時候 那這個實驗班就延長到完全中學 所以可以說他整個國教階段 除了小一跟一小部分的小兒之外 都是在我母親就是有參與創辦的實驗教育裡面成長 所以他也非常的自在 所以就比較沒有跟人比較這種感覺 沒有跟人競爭這種感覺 不過當然我們現在星課綱裡面 其實也是世信陽才 也已經把小孩跟小孩要彼此競爭這一套真的拿掉了 最多只有團體跟團體競爭這樣 所以也可以說我們之前的這一套教育的想法 現在已經是星課綱主要的精神 所以我剛剛的問題是說 那所以弟弟的智商也是這麼高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他小時候並沒有在一個 把人排起來量智商的這樣一個環境 OK 我一直在想智商高會不會是異常 不過我覺得智商現在是完全沒有意義 尤其成年人的 因為智商如果你有做過那個偽視智力測驗的話 其實就是問你說能不能正背倒背一些東西嗎 東西轉90度之後是什麼形狀等等 那現在任何一個人只要有手機不用特別連到網路 大概下載五個APP左右 全部都可以解掉 那每個人智商都超過160 所以智商量的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已經全部用手機就可以做完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完全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不過你後來開始自學 反而是打開你很多的學習的窗 包括你會跟一些大學生 開始加入他們的甚至社團嗎 可以這樣說 社團然後開始去做很多的研究 對 那這一段歷程應該算是你生命當中一個很豐華的過程嗎 就很開心 而且在全世界都有朋友 所以當時我投入好比方說自由軟體運動 或者是後來的開放元師 可以說是我最好的朋友 大概是很均勻的分散在每個市區 那後來等到我比較有能力旅遊了 那就是孤心田來了 那時候我就在二十四五歲 大概兩年之內吧 飛了超過二十個城市 就等於一個一個去拜訪 我大概到那時候已經四五年以上 的很多好朋友 嗯嗯 OK 等我一下喔 這杯在哪 這杯在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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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卡一下喔 沒有卡 沒關係我們這邊卡一杯 好 OK 好來我們在路上 好路 來三二一 就像我點的這一杯 稱霸武林 那你這樣全世界的朋友裡面 因為都是高手啊 對 你有沒有覺得 還有人比一個厲害 當然每個人在他擅長的方面 都一定比我厲害 都比你厲害 所以當時去那麼多個城市 都是要去向大家學習 哇 所以你等於是 也是 都是找到全世界就是頂尖的高手 對 所以你的這個 如果說自己像是一個海綿的話 你等於是一下子 就等於吸得飽飽的 但是也只有我研究的那個方向了 跟他相交錯的部分 稍微學那麼一招辦事了 但當然不可能說幾天之內就學 對方必然所學 不是這樣 而是說我們有個共同價值 在那個上面一起切磋一下 OK 所以這也就是你後來 不管在做共享的時候 協作的這個概念 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醞釀了 好像全球拼一塊很大的拼圖 現在 所以對照到這一次的就是防疫 我想我們2020年的這個COVID-19 真的是讓全球都看到台灣了 我們先講當時的這個口罩好了 你的這個口罩地圖 我記得是三天內你就要見識完嘛 對 對 那當然很多人覺得 impossible 怎麼有辦法 對 所以你可以回憶這一段 好在不是我的了 是一個台南的朋友叫吳展偉 那就像我小時候的那些朋友一樣 我是一直到最後最後 我們防疫大概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去台南才跟他見到面 那在此之前 我們就是在線上完全容打字的 那當時他是發明了這樣一個概念 就是與其他在LINE群組裡面說 這邊還有口罩這邊沒有口罩等等 那他是可以用一個視覺化的方法 讓他直接一目了然 看到哪些店還有口罩 哪些店沒有 就不用去排隊嘛 那這個時候呢 他自己是完全自掏腰包 那去支持他的金融好友 那他本來覺得說 那他接到6萬的帳單他還付得起 但是因為就有全國媒體報導了 一報導之後 他吃個午餐回來 就欠了Google60萬 他這個時候也就是覺得很坦然 反正付不出來 所以就繼續讓他隱喻 不過他有到一個叫G0D 就是臨時政府的這樣一個社群 去問說那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不要一直欠顧我那麼多錢 那就大家一起幫他想辦法 那我也是其中一個幫忙想辦法的員 所以我當時就是去請蘇貞昌院長 問蘇貞昌院長說 像這樣子一個你覺得怎麼樣 那他看來就說 真的很想導航 就是如果一個地方塞車 那他雖然路徑短就是離你近 但是不要去嘛 那有些地方布塞車 雖然離你遠一點 但他還有口罩你就去嘛 所以有點像是GPS的概念 他這樣講一下就理解了 所以他就請健保署的朋友們 無論如何就是要支持 外面的這些公民科技的朋友們 那當然也不只吳展偉 後來江明宗 後來疾管家的Frank 那這三個是一次都在2月6號 當天就上線 並不是因為我很厲害 而是因為整個健保署包含廠商 大概也有上百位朋友日益 那我們這邊公民社群的朋友 也有上百位朋友 在閱议紀念 我只是把兩邊介紹給彼此 所以就是你的功能很強啊 因為你可以把這些人都摳在一起 然後共同去成就一件很好的事情 對 不過我話觀眾朋友聽不懂 就是說在這個小故事裡面 為什麼就是他會付不起Google的費用 那是什麼道理 因為Google當時他每次展示一個地圖 上面你可能要導航啊等等 那這樣這個網站的人 就必須付Google一點錢 所以當他的流量太高的時候 那等於這個站長幫大家吸收了 全部去用Google服務的這個程度 那後來呢我們就去跟Google談 說我做了一個有各種口罩地圖 應用的一個網頁 那我願意把Google排到第一名 那能不能免了這個吳展偉的債 正如同他免了我們的債 那這樣的話他們就同意了 那所以後來就是他們就把吳展偉的這個一筆勾銷 那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次很好的 我們叫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先是社會部門 然後我們工部門 然後經濟部門 大家對於共同的事情都有所貢獻 這完全是一個共好的情況 是這樣 那這個G0V怎麼成立的又一段故事 是 在2012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廣告 那那個廣告呢 是好像第一次行政院的廣告 在YouTube上面上架 不過很快就被檢舉為詐騙而下架 那為什麼 對因為裡面的那個訊息就是說 就是拚經濟 這個就是很難解釋 所以就不解釋了 那所以講破嘴不如跑斷腿 對的事做就對了 那所以等於花了很多的時間 但是在講的就是 就說反正你聽不懂 對反正你聽不懂 對 就相信我會做就好了 對 那當時當然就是大家看了之後 是覺得不是很舒服了 對 那但是當然 你幫我們當什麼 當然行政院就是寫一封Email到YouTube 很快又恢復了 所以間局沒什麼用 那比較有用的是去證明說 其實我們不是看不懂 就是沒有一個像口罩地圖 這樣子一個我們叫視覺化 把它呈現出來的方式 所以當時不是我 而是我的幾個好朋友 包含高家良等人 他們自己四個人 他寫了一支程式 把中央政府的年度的總預算 全部都視覺化 變成一個一個小小的 或大了一點的泡泡 那所以你只要稍微按個鍵 你就知道說哪些用在教育上 哪些用在國防上 哪些用在社會福利上 而且每一項都可以再展開 看它每一年到每一年 是增加了呢 還是刪減了呢等等 那這些包含執行率等等 其實是我們本來以為 政府本來以為 只有可能專業的監察員 文考人員 才會想要看的 審計人員 那但是其實大家 對這個都很有興趣 所以把界面 弄得比較漂亮之後 其實大家都很願意 來具體討論 關於預算 怎麼樣子安排 那也要有你們這些聰明的人 把它變簡單了 對 所以大家看得懂 這種親近性 就會比較強一點 對 沒錯 所以後來就是 G0V的網站 現在大家如果到 join.g0v.tw 就可以加入這個社群 那但是當時 就是G0V社群所貢獻的 就是預算設計的話 現在大家只要到 join.gov.tw 就可以直接按 來監督 那當時 G0V做出了預算設計的話 現在其實已經是 中央政府網站的一部分 所以這也是 join.g0v是你創的嗎 也不是 當時我有參與 其實我在每一個議題上面 都不是首創 都是別人提了一個想法 但我是幫他 有點像是游擊手一樣 就是有些球沒有接到 那我就幫他去找到說 誰比較適合來接這顆球 或真的不行的時候 那我就自己把它接下來做 但是首先發想的都不是我 像join.g0v平台 當時是在318佔領之後 有開一個經貿國師會議 那在那個國師會議上 大家的共同意見 就是要設一個眾議平台 所以當時的國發會 去執行這件事情 當時是觀眾面貌室 OK 所以你看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到 包括剛很感冒的那個廣告開始 就是 那個政府怎麼那麼傲慢 覺得說 反正你們人民都看不懂 所以我幹嘛跟你解釋那麼多 可是後來你會發現說 人民就是說年輕人 他們開始願意參政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轉列點 包括318就是這個學運開始 太陽花學運開始 所以有這個太陽花學運開始 以及你所看到的 就是說什麼樣的一個 剛好戰上時代的浪潮 多少的因素的結合 所以整個現在年輕人參政 有了爆發性的發展 對 我覺得當時318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是一個demonstration 英文叫demonstration 但是它不是只是抗議而已 它有一個示範的作用 因為當時的概念是說 我們在立法院 立法委員沒有去逐條審查 那所以大家借用他們的場地 但是也不能說是借用因為本來就是我們投票選出來的 所以是有點使用他們的場地 但是也做本來期待立委會做的事情 就是去逐條的討論 那討論也不只有一個方面 所以就有20個以上的NGO 包含可能像跆拳會來討論人權的方面 包含勞工權益的方面 環境權的方面等等 那甚至有一些老師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討論說 我們接下來要做4G的基地台 那真的要按照服務貿易協議 讓這些關於電信相關的服務 能夠進入我們的4G建設嗎 等於就是今年跟去年 大家都在全世界討論5G的這個題目 我們超前部署 2014年就已經在討論了 那所以這樣子的討論 其實慢慢就會收容成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共同的價值 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 大家有這樣一個成功的經驗 就會覺得說 那雖然這個議題很複雜 但它並沒有超乎我們討論的能力 那這個時候這個參與者就會覺得 他叫Empower就是被增幅了 所以他本來可能只關心這裡面一個側面 但他當時在佔領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20幾個NGO中間 有點像是蜜蜂獸粉那樣子 去看到一個議題更完整的角度 不過你當時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 背稿的角色 因為其實在這裡面應該是 頻寬都不夠吧 這個大家要傳訊也沒有那麼快速 你做了哪些人力 當時其實G0V的朋友 一直在試圖解決頻寬不夠的問題 因為如果是每一個都要開直播的話 當時其實並沒有4G 所以只有HSDPA 就是不到現在4G的這個頻寬 所以呢當時我們有很多朋友想了很多方法 包含用WIMAX 所以WIMAX最後一個應用 就是在暫停的時候的應用 之後WIMAX又收掉了 讓我也給4G 那又或者像說 當時我有想到說 我們可以去請中華電信 簽一條光纖過來 那因為光纖一般都要簽到特定的地址 可是我們又不能留立法院的地址 所以我們就是留在立法院前面的那個7-11的旁邊 所以這個中華電視可能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派工單 但是他們可能也很想看直播 所以一瞬間就把就是網路拿起來 那個時候你的工作是是什麼 我的工作是主要是幫忙維護一個叫做EtherCalc 就是一個試算表的一個後台 那這個試算表有點像現在大家會用的Google試算表 就讓很多人可以一起編輯 但因為當時一起編輯的人太多了 Google試算表當時撐不了那麼多 所以我們是用自己架的一個試算表 那我維護這個試算表 大家最主要會看到的就是當時有個網站叫G0V.today 就是每天你可以看到有哪些地方在開直播 有哪些討論正在進行附近的地圖怎麼樣 原來是一個救災的時候你要就是奔赴災區 你要先就是救災須知那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在他出門之前大家都會很習慣到G0V.today 那之後也有好比方說群眾募資啊 在紐約時報也包含國內的各大報有打廣告嘛 那打廣告的時候就有一個連結也是連到G0V.today 那所以我說那個時候的工作你是什麼工作 當時我其實已經辭掉了工作 我是一個純粹顧問不顧顧問的狀態了 因為在當年的稍早我已經退休了 所以我大概當時就是Social Text Apple 那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大概有三個團體我還是掛顧問的職嫌 但是我並沒有一定要去上班 事實上已經完全是遠距了 哇不用去上班就當顧問 聽說你的薪水還是比特幣喔 沒有當時是我跟我簽約的那一刻 比特幣的幣值是多少就換算成多少發幣給我 因為當時這些公司的賬務部門 都沒有辦法處理比特幣 所以我簽的時候比特幣 一比特幣相當於三千台幣相當於六千台幣 相當於一萬二大概都有簽過 所以你等於已經是退休了 算是幾歲退休 就一小時一比特幣 那時候是33歲 33歲就退休了 哇 那你實際工作幾年 從15歲開始算 其實也有18年了 那33歲現在還很多人 到33歲還不知道他人生要做什麼 所以真的是還蠻奇特的 不過在這之前你就是創了一個公司賣掉 這是什麼樣的公司 其實我有連續創了很多個公司 那今天因為篇幅的關係 沒有辦法一個一個講 那其實Social Text並不是我創的 它是每次重組的時候有不同的人進來 那我是到2008年才進入Social Text 那只是我加入之後 把他的很多的方向有一些調整 但是他賣掉賣給People Fluent 那個應該是2013年左右的事情 所以那一段大概五年吧 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在矽谷創業的一個經驗 但是同樣的我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台灣 我只是偶爾去Palo Alto一下而已 那在2013年就是賣掉之後 我跟蘋果其實在當時也已經三年以上吧 都是顧問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直都是很斜槓 就是我雖然說是創業 但是同時也有在接顧問 同時也有在做很多事情 那像現在我一方面是政務委員 但其實也寫另外三個 就是國際分益力組織的理事 OK 所以這樣子33歲就 當然你自己創了很多的事業 然後應該也賣得很好的價格 就還不錯啊當然 對不對 可以問是多少嗎 沒有這個沒有公開才到 沒有公開 那如果說一般人很想達到你這樣的一個程度 比如說我想33歲就可以退休 但是當然要看每個人的能力 那如果要請教唐鳳就是說 那要多少存款 我們現在退休才覺得比較舒服一點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你的社會支持 就如果你現在在的這個地方 整個社區都很希望你能夠活得好 那說不定也完全不用存款 也沒有關係 因為等於你的公共利益 你跟這個社區的利益相結合嘛 所以我們常常會聽到什麼 住村的藝術家有沒有 那並不是說這個藝術家真的存了幾千萬 而是說這個整個村莊都覺得說 有這個藝術家能夠讓我們這個村莊的精神 不但能夠凝聚而且可以發揚 所以如果你的社會連帶夠 像我當時為什麼我可以是在存款 其實沒有非常非常多的情況下就退休 就是因為我了解到說 有這個自由軟體的運動 有開放延時碼的社群 那我隨時只要需要錢 那其實一小時一比特幣 一下子就賺夠了 那是因為你啊 是 因為你是有這個能力 所以 那也是有這個社群的支持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任何人不管就是有多少存款 最主要要問的就是說 你現在正在做的你有興趣的事情 那有多少人會覺得 那我作為一個社群的一部分可以支持你 那現在有很多測試這個的方法 要不然你可以發起一個定期定額的群眾募資 對 那這個時候只要有足夠群眾募資的人支持你 甚至有些人他是在 已經還在上白天班的時候 他就開始群募 那他群募的一些回饋 就是說大家每個月給的錢越多 那我這個白天班就會越少 那到最後我就全職 然後來畫漫畫 或者來做時尚的設計等等 這個在全世界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OK 所以你看在這個數位年代裡面 是有無限的可能性的 而且大家斜槓來斜槓去 你也可以自己去發現 什麼才是屬於自己最理想的一個生活型態 是的 但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你已經 因為能力也夠強 所以我可以毫無後悟之憂的 過著我想要過的生活 可是你有一個很大的抉擇 在你退休之後 你後來進的政府了 對 在2016年的時候 嗯 這是一個人生的專者 謝謝張麗的 其實我2014年底 就已經在行程院服務了 哦 2014年 當時是蔡玉林政委委員的專案顧問 那當時是因為蔡政委 當時到G0V的一個黑客松來提案 他說傳統的公聽會 我們是已經組織起來的人 產業代表啊 公會代表啊等等 可以來嗎 但是他想要討論的案子是 為什麼大家都註冊公司在開難群島 不註冊在台灣 但是並沒有一個 把公司註冊在開曼群島的聯合會 沒有找不到這樣一個代言人的角色 或者他要討論遠距工作 去年不是大家全世界都在適應遠距工作嗎 那2015年其實勞動部就想討論遠距工作 可是同樣的遠距工作的勞工也沒有一個工會啊 因為工會是每個職業別去組的 不會是工作型態去組的 所以這個時候當他的利害關係人 他不特定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辦公聽會 這個當時蔡玉琳政務也沒有答案 所以他都到G0B裡面來分享 那當時我們就一些朋友想出一套做法 就是後來叫V台灣的這個品牌這樣 OK 所以這樣也是算在政府工作 對 所以當時就跟12指等的局處長左右吧 全台灣大概300位這樣的朋友 有過三次研習 那之後又11、19等等值等 在2014到2015年底大概有上千位朋友吧 我有輔導過他們在眾議平台上進行討論 或者在V台灣平台上面去回應等等 那所以我到2016年其實只是把本來的類似part time 那轉成全職 那你為什麼願意 我想一方面是因為林權老師 就是當時的林權院長 他有答應我說 我雖然是全職 但是我還是可以像在外面當顧問一樣的 只是給出建議 但是不是去裁示任何部長做任何事情 不去下命令 那但是也不是說就是接受命令 是一個完全類似顧問這樣一個關係 那第二個是說他也願意 因為當時我們是在推動說 我們叫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徹底的透明 所以包含像我們現在在錄影 那我們同時也有同人另外一起在錄影 那也會用我們叫做創用CC 就是拋棄掉大部分的著作財產權 這樣的方式 讓後續的人可以運用 那這個在公共文裡面其實是一個很新的文化 那當時林權老師也同意說 那我所主持的會議 或者我建的包含媒體啊或者訪客 也運用這種方式去公開 那最後也是對我最重要的就是 我在哪邊上班 哪邊就是我辦公室了 不一定要進行政院 那所以這三個加起來 我就覺得那佛團其實也可以當做 好像是虛擬的佛團這樣來做 當時就比較願意加入 所以你在這個行政院裡面 你算是最自由的那個官員囉 可是像在去年 我們為了遠距勞動 以及為了我們要在線上開會等等 做著這些超級的部署 現在全國都用到了 對不只是我們公務部門 好比方我們院會 也有一些院會 包含跟地方政府在疫情最險峻的時候 使用視訊會議開 那甚至是連教育界也開始看到說 我們遠距授課啊等等 甚至遠距心理師諮商啊等等 都在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之前超前部署的那些做法 現在就有很長足的進步 所以你的加入對於這個開放政府 有很多的注意 對可以說是一個示範吧 也是一個demonstration 就是我們在決策之前先跟大家討論 不一定有什麼壞處 那大家本來是很擔心被翻桌啊 民粹啊什麼 但是只要把那個空間設計得好 其實不會翻桌 都沒有遇過類似的不好的經驗嗎 就是在開放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想當然就是會有很多朋友給我們批評指教 有的時候用詞也會有點痠 那好比像說2017年5月 當時報稅軟體是卡卡的沒有錯 那有一位國稅局的朋友 可能就是電話禁太多了 就不小心講了一句說 你Mac不能報稅 那你就借Windows來報稅啊 那所以Mac社群這個聽到這個 就當然心情很不好 所以就有一位設計師 在我們Join平台上面提案說 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但其實你看它的那個內容 並沒有什麼具體內容 它就是純粹很不爽 那但是即使是這麼 就是我們說酸吧 的這些留言 那因為我們有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制度 那財政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有點像是面對媒體的新聞聯絡人 或面對立委的國會聯絡人一樣 他去跟這些提案的設計師好好講 說那不然就是你心你來嘛 我們開門造句 所以我們明年的 對明年的報紙軟體要長怎麼樣 那不如就是在這邊留言 罵財政部長下台的這些朋友 優先獲得門票 我們一起來討論 欸很奇怪 風向馬上就轉變 大家就不會再做漫罵 大家都是做建設性的批評 所以我們隔一年 就真的去把這些 包含卓志遠在內的這些設計師的想法 真的就變成我們新的報紙軟體 欸這有沒有一點叫做化為機會轉機 有一點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他本來是個就是馬批評 可是當他突然被你們邀請的時候 他也覺得 他不貢獻一點說不過去 對然後也覺得 他也覺得他受到尊重了 而且這個對而且這個報紙軟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大概看到之後 因為他是有參加的嘛 所以我們新的這個版本至少有五千位朋友有參加過 所以他會比較願意去說服他的親盤好友來用用看 好像蓋一座廟裡面留著他的名字寫在某個地方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不是政府的報紙軟體 是我們一起做出來的報紙軟體 那在這裡面也有一些別的部會的公務員 所以後來好比像說衛福部決定要線上能夠訂購口罩 就是實名之愛典零 那當時也是這個報紙軟體改了一些參數 就馬上變成能夠在線上預購口罩 但是認證啊什麼的方式都一樣 那後來呢經濟部的朋友因為當年也有參與 他們又改了幾行程式 就變成在線上可以預訂三倍權的那個系統 所以可以說是一開始的這個工廠 後來的這個應用是遠超出當時財政部的這個象徵 也等於說省走很多路 因為已經前面都已經超前部署也做好了 就是充分的運用 好像樂高積木一樣 可以重新做 OK 我們來看這個開放政府 好 先靠 不錯 很深 還有一段 還有 繼續 還有兩段啦 因為他還在Cue一個SOT 好 等一下 我想一下 網紅日本 網紅? 對 不是啊 另外一條 另外一條就是剛剛救星然後政府都要社創 社創啊 那你的網紅日本是不是 網紅是那個醫學要做的那個是日本IT大臣 大家對那個委員的那個崇拜 可以嗎? 等我一下 所以這個是網紅日本的部分 然後社群 OK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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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幾張嗎? 對 你眼睛變好了 我眼睛變好了 你整個很紅 很紅? 對 流血嗎? 沒有 就是過敏了 對 有過敏 你知道我的包包嗎? 在那個白布後面 然後我提過來 因為我前陣子也是往外國的 對 瞎掉欸 是是是 右眼 看一下 會很清楚嗎? 右眼 對 嗯 後來就 開刀啊 然後我有 我有 有電影 我 都不能動 怎麼啦 沒有 他真的都 沒有 光打的 很亮 結果 換他眼睛很不舒服 in the spotlight 對對對 焦點人 看一下喔 哪有啊 這樣算紅啊 真的喔 就比較紅 白的啊 剛剛 那照片看起來就紅的而已 白的啦 一點點 一點點 對啦 這算白的 通常人家跟我做眼睛變紅 都是流血的 沒有沒有沒有流血 好 OK啦 行 好 我們就 照片日晚安你不休息 喔喔 沒有我是比較 不過對你不好意思 因為你七點就二 就二回家了 OK 好了 那我們路上 好路上 準備 3 2 哇所以呢 你出動了我們政府有這麼多的改變 所以呢 就像日本啊 他們現在對你非常的風靡 覺得說喔 台灣有這樣的一個天才IT大臣 我們日本怎麼都沒有呢 你怎麼看現在的風靡 其實我覺得日本的年輕人 當然長期以來 他們對於參與政府 尤其是中央的政策 確實是覺得有點挫折感 其實只要看他們的投票局跟我們的 就知道了 所以確實在這次疫情上面 我有點像是被當作一個槓桿 就是它是拿著我去 策動他們內閣的一些改變 對 那現在也看到真的有效 因為他們不但要設置數位廳 甚至有一個行政改革的大成 那甚至去在民間去找 可能五百人 回上來加入他們的政府 去進行組織改造 所以可以說是這個槓桿是蠻成功的 你的日本經驗有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我自己在日本的經驗並不多 那我之前主要都是透過視訊 跟日本朋友合作 那像我在日本有個很好的朋友 叫Dankogai 小四蛋 那他住的地方 就是之前有拍一個電影 Loss in Translation的地方 那之前去東京 大概都是住在他家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環遊世界 去跟各個專家取經 那他也是其中一位 那他是在之前在Live Door 那也有跟我另外一位好朋友 Tatsuhiko Miyagawa 都是做 我們當時叫Blogging 就是做網誌 當時還沒有所謂的Micro-Blogging 就像推特這樣子 短的啦 所以部落格的這個文化 也是包含後面的技術等等 都是我幾次 不管是我到東京 還是公川大院他們來台北 那用這樣的方式去合作 那我們合作這段時間 非常非常的長 可以說是到現在已經超過 15年吧 所以我們就是 常常都還是會Catch up 就是彼此 像現在公川有一個Podcast 所以我有上他的Podcast 所以說是很好的朋友 OK 所以你的這個朋友 也是這個全世界分布 不過我們看到 像你在這個 等於是數位世界裡面 非常的游刃有餘 可是呢 以現在這整個資訊的 一個發展到現在 你看喔 像假訊息 假新聞這些 它可以去影響到一個國家的選舉等等 這個情況很嚴重 你怎麼看這樣的發展 其實我們這個解決方案 就是它如果是社群媒體造成的 還是要透過社會的力量來解決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的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在假訊息危害防止上 就特別是如此 像G10V有一個叫真的假的 這樣一個專案 就是你在LINE上面看到 可能是假訊息的 你可以轉傳給這個機器人 那現在LINE的官方 其實有跟很多個這些合作 所以有點像是 你看到垃圾詐騙郵件 你會去檢舉它一樣 你也可以檢舉 傳來的這些訊息 現在包含像Whoscow 或者是像趨勢科技的那個防炸達人 大概都是由民間這邊 整理出來的一些解決方案 那我們政府就不是去做判斷說 好像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 我們只是確保說 這些民間部門的朋友 有點像說他如果欠了Google錢 我們要去跟Google談 那這些好像之前 一直要求Facebook 在選舉期間去把他的政治獻金 就是在選舉期間打的 政治跟社會廣告 像我們的監察院公開一樣的那麼公開 那在18年監察院公開 在Facebook沒有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有很多的資金 有些可能是國外的 他沒有辦法在我們這邊申報 他就跑去買Facebook廣告 那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社會部門已經有一個 我們叫norm 一個常規 那我們公部門 監察院也已經很坦然公開了 那所以剩下的這塊拼圖 就是Facebook了 所以當時我們就可以去跟Facebook談談說 就查你一塊拼圖 那雖然說我們也不一定管得到它 但是如果他當時就是堅決的不公開 這個政治獻金的話 可能會被抵制 那在台灣抵制的力量也是很高的 所以他們在2019年底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邊並沒有說通過什麼法律 但是他們就自己自願的去公開了 他們上面的包含政治跟社會的廣告 他投放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這方面進來的這個錢變得很少 因為他們發現說不能從這裡面猛利了 OK 所以你覺得社群的問題就社群解決 對 就是自律 那像真的假的或這些 它也可以說是他律 那自律加他律 最後這個球還漏接的才需要法律 那我看你這樣應該是滿樂觀的 是啊 是樂觀 我們在台灣這個算解決的特別好 可是我覺得以台灣社會很多人 不管他用LINE或什麼 但是每天接收的很多的訊息 很多都是不實的 你不要說是政治啦 有時候光是健康 什麼跟什麼一起吃會怎麼樣 這個就已經很氾濫 然後又覺得整個資訊社會 到現在的一個發展 變得我認為會有一點就是 跟之前來比呢 真相更不明 對 我覺得主要還是我們轉傳的那個頻率 就是如果你看到覺得將性將癮 那其實一警覺就去查證 沒有空查證至少不要轉傳 那這個跟我們傳染病的那個R值 就基本傳播率是一樣的 我們說謠言止於智者 就是說如果你平均一個人 不會轉傳到超過一個人 那就算你偶爾看到一些 因為你不會轉出去 所以它自然就停了 這跟傳染病是一樣的 所以還是要自己的就是 就是這個叫什麼 就是媒體素養 媒體素養 對 就是這種媒體素養的部分 像戴口罩請洗手 如果大家都這樣子做 那就不會有 病毒就不會有社區的傳播 是一樣的 所以要加強大家的媒體素養 是這樣 還有很多零廢器這種 在就是製作一件衣服的時候 用的都是回收的保特瓶 或者咖啡渣等等的材料 像我們剛剛也有一件嘛 它是全部都用回收的牛仔布來做的 那等於是說在追求自己的成就的同時 也不是像後代子孫提款 而是像後代存款 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我從小就是很喜歡這樣的想法 所以也可以說社會企業就是 全心全意的用商業的模式 有一個使命 那真的也有解決到社會跟環境的問題 那這三個一扣盒 我覺得現在不管小的 或者大的團體 都已經在往這個路上發展了 所以你很喜歡貢獻 對 貢獻這個是讓你覺得 什麼樣的感受 就是在往後代子孫存款 就是我們現在所做的很多事情 那它如果是追求 我們叫短視禁令嘛 就是追求短期的這個爆場 但是其實它會造成社會或環境的破壞 那就有一點像是在從後代預知透支 這樣 那對我來講 因為我往後代存款 這個是我從小的一個習慣 因為小的時候心臟不好 所以不知道能夠活多久 那所以其實我大部分的做的事情 如果只對我自己有利 其實可能只享受不到一兩兩年 一兩天 所以當時的感覺就是說 那無論如何就是讓我登出的時候的世界 比我登入的時候好 這樣 我想你對這個後代子孫 這是一個就是 等於是全人類大家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發展 那我很好奇 你會不會想要有自己的小孩 其實大概都有啊 現在只要是人類的小孩 大概我就是把它當作是自己的 我們說往後代子孫存款的意思就是 即使我不認識它 其實它是三代以後 七代以後也要對他們好 這個我知道 我是說就生理的狀態之下 我們一般講的就是說 想要不要有自己血緣的後代 對 對我來講 因為我的認同不是我自己 是現代智人 就是homo saliens 所以只要是智人的小孩 都算是我的小孩 這樣的意思是 對我來講 並沒有特別哪一個小孩 比另外一個比較輕這種想法 嗯 ok 好 我有時候也許有比較世俗的想法 就是說 嗯 我是天才 我想要再生一個天才的孩子 嗯 你曾經有這樣的想念 這個想法過嗎 我想主要重點到不是天不天才 而是那個環境 會不會剝奪一個人的好奇心或求知慾 所以當我們去把課程剛要改成 比較不會把人放在只有一個第一名 其他人都是第二名的這種環境 或者是說去試信仰 才讓他自己挑自己想要發展的方向 那這個時候可以說是每個人都贏在起跑點上 那這樣子比我一個人的小孩要來得有價值 嗯 但現在已經有這個環境了 欸現在在台灣有啦 全世界還沒有 哦 ok 所以你的這個貢獻的目標其實是全世界 當然啦 我只是這個階段跟台灣一起工作 但是我們釋出來我們叫台灣模式 不管是對於假訊息的防治 對於我們的防疫 那其實在全世界還有很多 不像我們只是很辛苦 還有很多很痛苦的朋友 需要我們貢獻 所以你會希望如果說 將來人家在講說 以前有一個唐鳳 你會希望人家是怎麼說 唐鳳是個什麼樣的人 不過因為我的素材都是開放二次創造 所以如果有人把它變成什麼 唐鳳鍋台灣 老婆更田等等 課委會那樣做也沒有問過我耶 所以其實現在就已經有一點像 我已經死後五十年或七十年 已經完全對別人怎麼運用我的名字 沒有任何控制權的這個情況 在日本也有啊 就是有一些朋友採訪我 那整理出來還出了書 那出了書之後他就寫這個 Ottoridam作為作者 但其實我既沒有看過教稿 我也沒有收版稅 但是因為我已經把姓名權拋棄出去了 所以我只是要求他們說 加上某個出版社編輯著作 那這個就算了這樣 所以也可以說 我已經對於我的名字怎麼使用 已經完全是開放了 感覺已經很無我了 是這樣子 這種哲學境界 你從小也喜歡念哲學不是嗎 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最喜歡一個什麼樣的境界呢 其實就是很自然的境界嘛 就是困了就睡 不用特別播鬧鐘 睡到自然醒 餓了就吃這樣 所以你說 你都不會遲到嗎 比較不會遲到 對 當然有時候交通啊什麼 是不可抗理 但是盡量還是就是 不讓飛騎還有時針 那你會做運動嗎 會啊 做什麼運動 我在VR裡面會玩一個叫Tilt Brush 就是好像在VR裡雕塑 這樣子 但也是會處理傷害 在VR裡雕塑 對 然後現在在VR裡也可以練太極 有時候也會打太極 所以你的運動都是在虛擬世界裡面 有人跟你一起運動嗎 有 太極的話像有個教練 他也在虛擬世界裡面跟你對打 但是是先用這個 就是動作捕捉 把它這樣子補起來 其實之前也有互相擁抱啊 等等 有各種各樣的經驗嘛 對 所以我們知道說 我們還有變成外星人 對還有變外星人 所以其實不一定人要在同一個地方 還是可以一起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實際的溫度比較好 當然 當然 所以今天這樣訪問也比之前VR有溫度很多 對啊 對啊 之前這個飲料至少不可能送到彼此這邊 OK 所以提到這個設計 像你說你今天穿的這個就是一個是回收的材料 對叫做永續時尚 永續時尚 OK 那你一直都保持這個長髮的style 對有時候忙一點就長一點 記得剪就短一點 但還是長髮啊 對比較長 你有沒有想說試過譬如說像我這樣 有我之前也有找過設計師 好像說 因為我都說隨便剪 那所以也有一次有設計師把我整個左邊都剃光 但是右邊還是長髮這樣 不過那是比較久以前的事情 那在路過之後當然不太可能做這種造型 對所以最多就是比較卷跟比較不卷 大概只有這兩個變化 你從幾歲開始有長髮 大概十三四歲 這是自己的決定嗎 是的 這個頭髮其實像你一個好朋友Freddy 他也是我跟他曾經去過日本東京的那個 那個叫做就是搖滾技 重金屬搖滾技 哇超瘋狂的 他在那邊甩頭 對那種感覺真的是很特別 所以你也 你跟Freddy的感情是因為什麼樣的結緣嗎 對因為他當時在做閃鈴的時候 我們都有在一個BBS站上面叫音樂543 那這個BBS是蠻重要的 是因為我當時也有參加這個BBS 從只是能夠打字 變成能夠變成網頁的這個過程 那他當時也是在上面去聯絡 他當時想要組的很多音樂人 包含辦一些活動等等 所以當時也是常常 因為他們的一位鼓手跟我 共同創業的高家良 是親戚關係 所以之前Freddy也常常 包含練團的時候等等 都會見到我們 我很好奇喔 像Freddy他就是很鮮明的 譬如說他主張台灣獨立等等 以你這位IT大臣 你會怎麼去看 像現在我們跟對岸的關係 這種統國關係 我不知道在你的天才的腦袋裡面 會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 不過我主張在新石器的時代就已經分離了 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分離了 你說兩岸 就已經分離了 因為當時本來陸地還是連在一起的 那新石器時代就氣候變遷 那就海水上漲 它上漲之後 本來陸地連的那一段就被淹沒了 所以之後上面的物種大概都是獨立 所以這樣已經是獨立千萬年了 很久 對不對 很久 OK 但是解決方案呢 你說要怎麼樣把它拼回去嗎 那可能要上一年就好 我不用又拼 我是說這個所謂 因為台灣的這個生存發展 經常就是卡在這個問題 因你這麼聰明 幫這個政府幫國家這個貢獻這麼多 我只是太好奇說 這個聰明的腦袋如何來解決兩岸關係 其實如果我們是把自己 一直看作是一個島上的人 那才比較有所謂兩岸 但是如果我們是把自己看成海上的人的話 那其實海只要碰得到的都是我們的鄰居 那所以不管是往那邊這個雲納國島 石原島的鄰居 或者是往南洋這個方向的鄰居 其實我們只要把自己想像成一個 好像海是攀抱著我們這樣一個狀態 那自然不會變成好像是說 只有最近的這個陸地才是界定我們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有一些能夠一起推動一些永續發展目標 你就像剛剛講是為全人類 也不是為特定哪一種人 那但是最主要還是我們自己有這種畫文化 就是Transculturalism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像我最近在Twitter上面有推一個說 科技部最近進一步的放寬就業金卡的適用的規則 所以只要對於科技的貢獻有潛力的人 都可以直接拿我們的就業金卡來台灣待一到三年 那一方面是當然很坦白講 就是對他們的健康會比較好啦 那再來二方面也是說 它可以貢獻到我們新的這個 包含我們的時尚文化等等裡面 那在這裡面我們就會看到傳統上面我們想像中 我們這邊的很多族群的文化 就因為這一兩年非常多人來 所以你又再加上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全世界的文化 都會催在這裡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覺得說這些也都是跨文化 那也是我們公民之國的一部分 那這樣的話自然就不會被匡限在 好像你剛剛講到的跟就是背景方面的關係 嗯好我覺得我們台灣是很有潛力這樣想 但可惜對岸就不這麼小 不會如果全世界的就是最好的人才都在這邊 那如果我們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那他們也都會幫助 呀OK 所以其實是把台灣問題國際化 是的 這也是你這個長年來都在做的 對啊 我們剛剛其實一直要提到這個時尚的部分 那像你 你什麼都可以嘗試 你會穿裙子嗎 有啊當時有一個叫江凱薇的攝影師 就有戴一個連身裙裝 哦 就是這樣非常手一看 這個就是一個連身裙 哦OK 所以你毫不設限 對啊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T-Fashion時尚基地 我們也試了不少的Style 對啊 一起來看 我想到還是要Cue這個 不然會放不進來 對 不然沒有進入 好 再來 等一下換個電子 好 需要換嗎 有 這蠻好的 哈哈哈哈 可以續飛 可以 好了嗎 好 好 3 2 你很好雕塑耶 就是各種Style都OK 然後 不過你在這個 輔助的社會企業裡面 我們最近看到 跟頭髮有關的 這個是 好剪裁 好剪裁 什麼樣的概念 當時我就是在社企流的這個社群媒體的一個育成的專案裡面看到這一家 那當時其實剪頭髮然後又是加入社企流的行列的真的就只有這一家而已 所以他們的想法是說這個這個季職的活動他們在參加的時候包含幫我洗頭的那一位都可以狼狼上口說 這個就是包含他的勞動的權益的促進包含他的培育包含讓他的家長看到說他是在一個很良好的社群支持裡面不是被剝削的 包含說在社區裡面本來比較邊緣的像可能移工啊或者其他的比較弱勢的人他們透過像意見這樣的方式去換他們訴說他們的故事 那甚至包含像140四十分之一專門做移工教育的那也有一些故事可以在一面剪頭髮的時候透過一些店內的文宣啊等等呈現出來 所以他同時也是別的社企好比像說做這個小農這個友善環境等等的冰淇淋的一個儲窗等等 所以等於他因為你在剪頭髮的時候你其實真的沒有別的事情做 所以就可以一次吸收非常多社企的故事 所以他也是設計的一個類似出海口就是讓他實際接觸到會關心這些理念的朋友的一個攤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概念 所以後來我入過之後在接下來社會創新相關的事業的業務的時候都是去阿神才剪頭髮 哇好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再開一個來 先開掉 等一下等我一下 好 設計 然後因為到最後一段了我要委屈一下有什麼 還有什麼缺的嗎 應該差不多 都有都有 那另外那個小池的節目 後長後段 都盯定 還沒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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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啦 它已經蓄勢待發有沒有 還沒啦 我的飲料都還沒解釋了 OK OK 那我們先錄上 那個會額外錄 你放心 開始準備 3 2 哇這樣子你幫助了不少人 那如果要說生命中 你覺得幫助你最多的 你覺得會是誰 那當然還是我的母親 貝亞青女士 讓你有這麼一個 視性的發展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 所看到的長縫 但是人生歷程當中 如果我們要說 最大的挫折 或者是最難熬的 你覺得會是什麼樣的 階段什麼事情 其實最難熬的 就是剛剛講到的 在八歲被霸凌的那個時候 尤其是當時有一陣子 可能就從小很疼我的 包含可能阿嬤阿嬤等等 都覺得說你再撐一下嘛 這樣子 那時候是特別有處 嗯哼 你有跟阿嬤一起住過 沒有 小的時候是 有一段時間 是我爸媽下班回來才帶我 那他們上班的時候 就是爺爺跟阿嬤在帶我 哦 住哪裡 當時一開始在八德路 後來搬到牧場 所以你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 可以這樣子 嗯哼 OK 好 那這個階段都過了 所以等到你長大以後 其實再也沒遇到什麼樣的 類似像是人生的挫折 就比起可能八歲的時候 或者是心臟真的很不舒服 可能四五歲的那個時候 是身體最虛弱 每天不知道醒不醒來的時候 比起來都是小意思 嗯哼 等下身體一切都OK了 等下一切都OK了 嗯哼 那如果像你已經這麼年輕了 你在做這麼多事 你還想要再做什麼嗎 嗯 其實接下來的十年 我大概就是推動永續發展的目標 所以剛剛講到永續 時尚的這個永續 意思就是說我們每年 我們不要用超過一個地球 能夠產出來的用量 OK 不管是透過零廢氣啊 零碳排啊 或者是透過負責任的 生產消費循環啊 大概有十七個永續發展目標 我們都希望能夠在 2030年來達到 2030年 對 嗯哼 如果要具體來講 你希望那時候台灣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面貌嗎 是 這十七個是可以很具體的講的 它就是沒有貧窮 沒有飢餓 那大家都能夠有很好的健康 那都有享受到很好的 尤其是國民教育 那然後包含性別之間的平等 那然後以及乾淨的水資源 水環境 那以及有良好的永續的能源 然後以及良好的工作 那工作上不會再有歧視等等 那也包含就是跨國的 包含對移工 或者對於一些遠洋來工作的朋友們 等等 也這個部分也不能夠有歧視 然後還有包含我們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啊 或者是說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 我們不要造成下一代子孫的麻煩 那這裡面就包含氣候變遷 就是二氧化碳上面的管理啊 那除此之外還有陸地的生物的平衡 海洋的生物的平衡 那包含全世界對於公平以及正義的 這種要求的平衡 那好比上說不會一個社會做得很好 但其實是靠著把它的成本外部化到 其他的社會讓它更不平衡 或是這樣子 那也包含就是我們講開放政府嘛 那就是第16項就是怎麼樣及時的確保 有些人不小心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時候 有犧牲到這些朋友的權益 怎麼樣很快的去像當時口罩地圖 造成鑰匙的麻煩 那鑰匙一發號碼牌地圖就不准了 我們怎麼樣一個禮拜之內就把鑰匙的這個想法 不管是發號碼牌跟口罩的時間 或者是按一個鍵消失在地圖上 能夠整合回我們的決策裡面 那最後就是第17個就是我們做的這一切 都不是只為單一的地方來做 而是我們做完之後願意分享給全世界 你都不會忘記 不會 你從小有被要求貝克文 然後 沒有沒有沒有 純粹自己興趣 純粹自己興趣 然後你都不會忘記 對 這樣的人應該不會老年失智 他覺得在腦裡會常常運行 會常常運行 可能會 哇好特別喔 所以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這是一個精進 像你提到的這個包括氣候 這件事情 像你們的這些協作好了 你們也曾經也培養了台灣的一個氣候上 對 他就是當時在16歲的時候就來提案 那他提案不是說爆炸彈性爆炸 他提的是說應該要逐步的禁用 包含塑膠吸管在內的一次性的餐具 那當時其實我們都很訝異 因為他提案的時候不需要給分明 也不需要給身份 所以純粹就是他能夠號召到5000人 但是我們當時就想說應該是就是環團大佬 才能夠一下動員到那麼多人 但是一看才16歲 他問說為什麼他要做這個提案 他說這是他公民課的作業 他公民課的老師 希望他去找一個能夠動員到很多人的 相挺的一個聯署 所以他就找到一個社群叫不素之客 塑膠的素 所以大家在當時好像有一個海龜被塑膠吸管怎麼樣 對 對 敲到鼻孔 大家看的都很難過 所以趁著這個市一下子就有5000人 後來就發現說我們做這些免洗餐具的朋友 當年其實也是因為可能A型肝炎流行 所以其實他們在做的時候也是有點像今天口罩國家隊 其實口罩也是塑膠製品 所以他們當時是做的也是為了社會貢獻 並不是沒有貢獻 或者當時社會很好 但是現在當然肝炎大部分都已經治癒了 所以他們也在想怎麼樣轉型 這個時候我們這個提案的力量就可以帶來說 那我可以做一些可降解的 或者是說可以重複使用的 像塑膠變玻璃的 或者你設計這個杯子就讓它不需要再用吸管 現在很多外帶杯都重新設計過了 所以就一夕之間它有5000人 但是最後是花了一兩年才真的能夠把配套做到 我們能夠逐步的把塑膠習慣禁容掉 所以你們後來真的要討論怎麼做的時候 把這個16歲少女起來 她也是嚇了一大跳 我是在做公民作業而已 結果哇 政府真的重視了 是 不過她今年也才19歲 那也已經是我們就是行建院的開放政府 國家的行動方案小組的委員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教一生網委員 你們真的讓很多政治變得更親民 而且更多人 尤其年輕人是可以來參與 我想這是你上任以來 我覺得對台灣的一個很大的改變 謝謝你 謝謝 像我今天點的這一杯啊 叫做稱霸武林 稱霸武林 對 因為實在是找不到比你更聰明的人了 雖然你說其實還是有很多的高手在全世界各地喔 但這一杯好特殊喔 綠綠的 我喝不喝看喔 什麼味道 稱霸武林 蠻甜的 我覺得有蘋果香 嗯 讓他會吃到一些東西 嗯 讓你幫我們解釋一下 稱霸武林 這一次呢 主要在乳料界的乳營當有名的是水果茶 對 那我把水果換掉被乳果搭配綠茶 所以創造出另外一個清新又不一樣的 爭取另外一片又不一樣的 喔喔 所以他等於是水果之王囉 好 飲料之王就對了 對 飲料之王 你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對 對 敬禮 好 謝謝 謝謝 希望 接下來台灣更美好 有更多的可能性 謝謝 謝謝 OK 對 這一段要重拍 對 沒問題啊 沒問題啊 等一下 先Check一下有什麼問題沒問到 因為我們要做兩兩小時 應該差不多 確一下 欸 杏芳不在 對 有 他剛剛有應該都 都有啦 我剛剛有在哪裡打勾 OK 好厲害 好 那我們這一段又在沒關係 我直接從這邊拉出來 然後我想說 反正就是讓大家看這個整個景 對 他覺得他們在北側啊 都在 我就這樣 你覺得都在沒關係 對 蠻自然的 那你口座可能要待 好 OK 好 OK 好 OK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乾杯 對對對 我說我們乾杯被拉出來就好了 好 可以先乾杯的位置給我 好 乾杯的位置給你 好 來 3 2 1 走 好 謝謝你為台灣協助的貢獻 謝謝 希望我們未來可以更好的 謝謝 謝謝 一直吃到這什麼東西啊 茶葉 茶葉 為什麼要放茶葉 我剛剛不敢問耶 我還怕說問了 你叮不出來我就完了 五菱的路上總會有一些 一些什麼 不同的這個 宰在上面的時候會有一些山落 是一個落葉的 對 就是走過那個 壁流痕跡這樣 這跟這邊花瓣是一樣的 那就是 我們今天有小小子 它都是 對 它就是一個播出同意的 好 我是覺得可以 但是 我看一下 但是不 但是不完美 不完美 其實我們乾杯可以 就是不用真的乾 我們可以定位之後 手撤開 你倒著放就等於是乾杯 對 你的時間要夠長 因為我們還要跑那個 了解 我理一下 我理一下 就最後 就這樣定著 然後跑車卡 好 OK OK 好 那就謝謝 謝謝 我們這裡拍得到 沒有問題來